虫族母皇下令追杀罗锋 为了追杀罗锋不惜毁掉一个不朽神灵傀儡 而罗锋在秘典塔终于得到心心念想的眼神36重 书接上回 罗锋从圣杯塔出来后便前往秘典塔寻求一本秘典 再来到秘典塔后 罗锋在金角族人瑟斯美女的带领下来到了塔内的第二层 此时罗锋震惊到 整个第二层绝对有百万本秘典 而每层这么多 那总共有999层 秘典岂不是多到无法想象 瑟斯看到罗锋这惊讶的一幕当即说道 罗锋殿下 秘典塔的999层的秘典 是按照贡献点数量分配的 这第一层的秘典是最便宜的 其中最低需要612贡献点 而越往上越贵 第999层最便宜的一本 则是需要9800万贡献点左右 最贵的一本需要16亿贡献点多点 当然 罗锋殿下你是可以任意免费选择一本的 听到免费二字 罗锋不要脸的笑道 那我们去第999层 来到最高一层后 罗锋第一眼就看到了一本名叫 金魂的秘典 金魂秘典是金角族群历史上的 一位伟大元老卡罗夫恩所创 主要是从金之法则入手 开始深入空间本源法则 二者结合 从而创出攻击力极端可怕的金魂 这是一套纯粹的战斗秘法 并非指点感悟的 而金魂的战斗秘法从低到高 共分72种 如果能在借主及救物透第35层战斗秘法 完全能击杀普通不朽神灵 甚至可以媲美风猴及不朽神灵 看到此处罗锋当即决定 让这本秘典成为候选之一 随后在罗锋的搜集下 总共选出了三本自己想要的秘典 分别是金魂和眼神36重 以及西罗多羽露 本来罗锋想要选择金魂的 毕竟这个秘典是这里最贵的 或者说是三本里面最强的存在 但因为罗锋现在施展的就是眼神兵 所以最终罗锋还是选择了眼神36重 当然眼神36重对罗锋的修炼 以及对罗锋将来制造适合自己的面力兵器 都非常有意 此时瑟斯说道 罗锋殿下 我将你选择眼神36重的消息上报 你可以去秘典塔第一层进门 估计很快就有秘典送来 罗锋微微一笑便起身返回第一层 另一边 金角族的天才悲传在败给罗锋以后 每天都浑浑噩噩的 他的哥哥此刻正在安慰着他 输掉这一战没什么 不过如果你真的就这么颓废下去 那么老师他也会非常失望的 你输了 哥出手在将他击败就是 两兄弟在交谈之时 一道人影忽然窜来 只见神功守卫恭敬道 杯求统领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 那人类天才罗锋离开居所 已经进入秘典塔 估计要步了多久 就会从秘典塔出来 听得此话 杯求兄弟二人冷喝道 机会来了 同时两人赶忙化作一道幻影 迅速离开了此地 而罗锋也迎来了心心念想的秘典 只见来送秘典的强大女子说道 人类罗锋殿下 我等奉元老之命 将这秘典送来 希望罗锋殿下 你就在这观看阅读 看完后再将秘典给我们 同时也希望罗锋殿下 你离开我们拉斯奥世界后 不要将这秘典外传 罗锋点的点头 同时阅读起来 片刻后罗锋惊喜道 不愧是眼神三十六重 里面的信息绝对是物超所值 让人难以想象 同时罗锋赶忙 让巴巴塔记住这些讯息 这样就可以随时观看此秘典了 忽然两道身影来到罗锋面前 来人正是悲传兄弟二人 哥哥悲求气愤道 人类罗锋 听说你击败了我的弟弟悲传 你也的确是有点实力 我悲求 今天在逆点塔前 郑重向你挑战 不知你是否敢接受我的挑战 罗锋只是看了一眼 便吩咐众人走吧 就当什么事没发生一般 悲求再次怒而吼叫道 怎么 你不敢 害怕了 击败了我的弟弟 这算什么 如果你击败了我 我金角族玉主及九阶 所有族人都不会再挑战你 而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挑战 那我金角族人不会服你 就在众人以为罗锋是打不赢悲求时 罗锋却直摇头 因为击败悲求 罗锋有着十足信心 只是一旦击败悲求 那么首先 以虚拟宇宙公司的情报王 肯定会知道 而以狄伦和自己老师真眼王的关系 老师他也会得知 自己击败悲传 还可以用血污者身份 以及一些特殊纪律来解释 可要击败悲求解释起来就麻烦了 之后罗锋回到自己的居所内 修炼了几个月的时间 最终罗锋便打算向金角族的元老告别 而此时在遥远的荒满宇宙国的疆域境内 有着大批的虫族战士 也有着人类 只见三名金袍人类 被大批大批的虫族战士包围 但三名人类却直接攻进弯身行李道 主人 一名爵士美女美妙的声音响起 呼唤我 干什么 那三名人类回应道 主人 安插在金角族群拉斯奥世界的其中一名不朽神灵 刚刚传来消息 那人类天才罗锋正在拉斯奥世界的圣城中 还有一件事需要告诉主人 罗锋的实力进步极为惊人 他在圣城外的斗舞场中公开击败了金角族御主及九届天才悲传 那悲传的法则感悟 按照人类的划分方式 也有闯过通天桥第九层的能力 而罗锋在第一次资格战时也勉强拥有闯过第八层的能力而已 紧接着这几名人类就把罗锋对战悲传的视频给到了那位美女主人 在看完视频后 那位美女直接下令 把罗锋提高级别 将他列为0.3 其他目标依次排名后退 同时命令在拉斯奥世界安插的不朽神灵 吩咐其中一位尝试下手 如果能击杀罗锋 牺牲一个普通不朽神灵傀儡也没什么 不过我重足在金角族群拉斯奥世界安插的人手太少太少 最多只可暴露一名不朽神灵 不可再牺牲 如果无法成功击杀 那就尽等下一次 几名人类听后便给金角族的一位傀儡不朽神灵传达了这次的指引